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一节课呢,我们学习了Line's中的Lob循环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合并属性 那么合并属性呢,就是将我们所需要合并的这个属性的属性值呢,合并在一起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合并属性的方式呢,有两种 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 那么第一种呢,是在我们需要合并的属性的这个分号前 加上一个加号就可以完成合并了 然后合并的时候呢,是以逗号进行分割属性 好,那么什么意思呢 我们复制一下这张代码 好,我们来分析一下 覆盖一下上一课的这个代码 好,那么这里 首先我们定了一个混合,对吧 定了一个这个混合 那么不带输出的这个混合,对吧 好,那么这里呢 定了一个这个box阴影,对吧 好,那么定了它的这个样式 那么在下面呢 我们首先呢是调用了一下前面所定的这个 好,这个混合,对吧 这个混合 然后下面呢,又有同样的一个这个混合 但是它们两者都有一个加 都有一个加 那么意思呢就是 它的这个属性值加上它的属性值 那么这两个属性值之间呢 以逗号来进行分割 好,那么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然后以逗号来分割这两个属性 好,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最后的属性值的话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对吧 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推断 好,我们来执行这个lice的这个编译工具 来进行一下编译 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果 哎,发现没有 insite 然后前面这一段是第一个混合的这个值 对吧 第一个混合的值 然后后面这一段呢 又是我们现在所定用的时候呢 的这个值 那么它们两个这个值呢 都加在了一起 好,使用的是加 对,加号的时候呢 是以逗号来划分这两个属性值的 好,那么这是这一点 那么我们还可以干什么呢 还可以使用这个空格来进行这个分隔 那么空格分隔呢 这个就非常的这个有用了 好,比如说我这里给到的这个顺利 那么空格分隔的时候呢 是以加号 加号 然后这个下滑线的这种形式呢 来进行分隔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 把这个代码拷配过来 以空格分隔属性值 然后前面的这个的话是以什么呢 以逗号分隔属性值,对吧 以逗号分隔属性值 好 合并以后 以后 好 合并以后呢 以逗号 这个来分隔我们的属性值 而这个呢 是合并以后 以这个空格分隔这个属性值 它们唯一的区别呢 是这个 加 好 加呢是表示什么 加合并以后是这个逗号 而加杠下滑线呢 是我们这个合并以后 以空格分开 那么这里呢 好 这里 我们定义了什么呢 定义了这样一个合并的模式呢 是这个空格,对吧 那么这个 F60这个颜色值 它在前面加载 好 加载完成之后呢 它 以空格 然后之后呢 又加载这样一个颜色值 那么它最后的这个值呢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好 它最后的这种颜色值 应该是 这种模式 轻号 啊 仅号F60 然后 空格URL等于 SS-JOD 对吧 这样一种格式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分析是否正确 执行一下编译 然后进来看一下 style 对吧 以空格来 划分 以空格来划分 如果我们这里把这个 减号给去掉 然后 下面的这个减号呢 也给它去掉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属性之间呢 就应该是逗号了 对吧 应该是逗号了 好 我们来执行一下 哎 发现没有 就是逗号了 而并不是我们前面 所讲的这个 以这个 空格 然后 分割了 对吧 那么有同学可能会问 好 那么如果 我一个是加 一个是减 那么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 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 那么 大家就会明白了 这里我就不先讲 我们把第一个值呢 以这个加 来进行这个 好 进行合并 而第二个值呢 是 这里是这个加 然后下滑线 对吧 加下滑线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 好 进行一下编译 那么 它的编译结果 哎 发现没有 是以什么 是以这个空格 对吧 是以空格来进行划分的 好 那么如果 我们使用了什么呢 使用了这个 加 第一个使用加下滑线 而第二个呢 使用加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它会是怎样一个效果呢 它还是不是 使用了这个空格来进行划分呢 我们看一下 哎 它不是了 对吧 它是以什么呢 以这个逗号进行划分了 好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哪一个这个方式 在最新的里面出现了 那么它就以怎样的一个方式呢 来进行分割 好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 如果是什么 是这个加下滑线 那么就是以空格 如果是加 那么就是以什么呢 以这个逗号进行分割 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 对吧 没问题的 空格对吧 那么 我们再给它加一个 再给它加一个 也无所谓 对吧 加一个 加到后面 好 什么呢 加一个这个low report 对吧 好 low -report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以什么来划分呢 肯定是以逗号了 对吧 以逗号了 我们来执行一下 编译结果 看一下 哎 这个呢 就以逗号来划分了 那么为什么这个是以逗号呢 因为前面它是什么呢 它是这个 加对吧 加 但是到了这里 它有什么呢 它有了这个 杠 加杠 那么杠的时候呢 它就是使用了什么 使用了这个 好 空格 那么再往下 它又变成了这个加 那么再往下 变成加的时候呢 它又使用了这个逗号 好 那么再往下 我们再给它使用一个加 然后下滑线呢 加下滑线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center 对吧 CENTR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编译 哎 发现没有 它又是使用了这个空格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你当前这里是所使用的哪一个 那么它就会以哪一个来进行这个相加 因为你前面的这个F60 它是第一个 第一个它没有任何东西和它相加 所以说它就没有这个符号 然后再往下这里的时候呢 是以这个空格 好 那么这里就有空格和它划分 然后再往下是这个逗号 那么这里就是以逗号划分 逗号之后呢 又是这个以下滑线空格的 那么呢 就是空格来划分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知识点 好 合并属性 合并属性 那么这个知识点呢 并不难 好 相信大家也会理解 那么如果不能理解 那么自己动手多操作几遍 就能够完全的掌握 好 感谢大家收看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